蓝宇之歌 清泉故事 作者 美 丁清松 译者 三毛 蓝宇之歌 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下午来了 她是个高大的女人 留着浅棕色的长发 我看不出她的年纪 她说她二十五岁 她穿着牛仔裤以及雅美族女人的红衫 她看到我似乎很高兴 但是她明天早上就要离开蓝宇了 我们没能说上几句话 因为诊室里已经挤满了人等着拿药 我注视伊丽莎白怎么样小心地替病人包扎伤口 她边坐边向我讲解各种药的用途 如果灼伤的伤口没有裂开 就用黑色那种 她说 但是如果已经裂开了 就用这黄色的东西 如果过了几天还不管用 你就试试看用这些红管 如果有人肚子痛 先问他们最近有没有吃东西 有些人是肚子饿而已 这个是腹泻吃的 这个是便秘的药 别搞混了 如果你不知道该给什么 就给他一颗维他命好了 但是如果有人像你要阿斯匹林 可不要随便给 因为阿斯匹林很好吃 有些小孩会骗你说感冒吃着好玩 晚上我们在油炉上烧晚餐 有些小女孩拿来一把像菠菜的绿叶子 她们叫这是野菜 伊丽莎白烧了一惠儿 然后倒了花生油和酱油炒了两下 我们煮了饭 也热了一罐我带来的猪肉 我们准备吃饭时 天已经黑了 我点燃蜡烛 烛光照亮了房间 温柔的落在墙上 我这才看见墙边有一排小孩子 沉默地注视我们 他们好像很饿的样子 我对伊丽莎白说 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些东西吃嘛 你想的话你就给 她微笑着 但是你无法分给每一个孩子 你只要一给 明天就会有多一倍的孩子在那里等 我望着那些小孩 他们的肚子都鼓鼓的 小男孩都没穿衣服 小女孩的衣服很破旧 要不然就是在腰部缠一条袋子 他们一句话也不说 只是一直看着我们 我想把剩下的肉给他们 我说反正我不太饿 知道他们坐在那里 我实在也咽不下去 我站起来把猪肉盘交给一个小男孩 告诉他传给大家吃 请客之间 就发生了一场争夺战 所有的小孩子都争先恐后的 抢他们的一份 我惊讶地看着眼前的景象 然后走向伊丽莎白身边 烛光使她的脸孔发亮 使她的头发闪闪发光 她看起来很美 比下午的时候要年轻多了 我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向她学习 我知道你会那样做的 她说 你觉得我不应该给他们肉吃吗 我知道小孩子比你精明 伊丽莎白停顿一下 小心地选择字眼 我可以看得出来你很天真 不现实 理想主义 而且很容易被人利用 你怎么这么快就能了解我 我耸耸肩 我觉得 她接着说 你很适合在这里工作 我觉得你有 亚美族人所需要的东西 什么 爱他们的能力 什么意思啊 我是说 你不只是会帮助他们而已 谢谢 你还能够去爱他们 我不懂 有很多人到这里来帮助他们 改进他们的生活 但是结果呢 只把他们引进不同的模式中 难得有人去接受他们的生活 或是去爱他们 爱不只是给他们东西而已 就像我刚才给他们肉吃 伊丽莎白点头 但是 难道这些小孩不需要食物吗 当然需要 他们有食物 只是没有你的好吃而已 我一个人住在这里的时候 就很少煮饭 我和他们一样都吃地瓜和芋头 你就是用这种方式接受他们的吗 这可以算是爱的一种表示 但是 帮他们使他们能够自己帮助自己 这件事不重要吗 如果你和他们处得好 他们自然相信你是真心想帮助他们 你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问题就是先要和他们打成一片 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每次一和别人交上朋友 我就真的不愿意把他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我只是接受他 所以我说你有能力爱他们 爱他们现在的样子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没有工作 除了爱和那些事以外 我希望有个服务性质的工作 也许工作会自动找上门来 等你了解了这些人以后 你就会发现他们需要些什么帮助 也许会和你所想象的不一样 其实 我跟你说 如果你想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分享他们的生活 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全天候的工作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伊丽莎白谈话 第二天她就搭机回台湾 过不久 就要回家乡瑞士去了 但是她的话语中的智慧 仍然留存在我的记忆中 伊丽莎白指明了 分享他们的生活就是一种服务的方式 我已经准备开始这个工作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